銀河聯邦電台又來了 今天我們訪問下一位 新進加入官方做吹蕭源的少年 他的名字叫阿勇 阿勇 你好 你好 來到這裡對我們這個台的感覺如何 幾多東西玩 又有東西吃又有東西喝 何止啊 我們這裡資金紅厚 如果是其他演說人員一定有飯盒 嘩 還有飯盒 當然啦 怎會虧待人呢 今天也帶了東西來玩玩玩 看看 好棒啊 這個TV 難道是傳說中的真叉燒 我不管他叉不叉燒 那又是玩具一隻 官方吹蕭源果然不同 未推出的產品也可以先到手來玩 厲害厲害 好了 言歸正傳 阿勇 申報一下孫娜 你今天是不是自願來這裡接受訪問 是 有沒有任何人對你做一些威逼理由 說捧紅你 還是不讓你紅一點 沒有 沒有 我們是不會 要一些貪污虛榮的人來 什麼的 如果想紅不如你炒股票算吧 學人玩玩具 那不是有些人想多了 我們這裡很均衡的 紅不紅 看你自己的 開放給你們上來暖暖可以 那不可能包你紅的 啊 任你這裡紅的 我給你咪咪你自己唱歌也好 隨虎也好 紅飽去 任你自由發揮 對嗎 要先唱歌嗎 不用 我這裡很開放的 隨便給你一次 上來個人宣傳都沒問題 不過我真的嚴重聲明 我們是不會保證李虹的 也不會阻礙李虹的 有了 言歸正傳 阿勇 你這個 這麼積極投身成為官方的 吹燒員 是不是因為有這個 對吹燒號有大愛和責任呢 是窮啦 那你對於吹燒號的前景呢 是窮啦 那這裏的工作有什麼抱負呢 是窮啦 啊 即是 都是一句 搵食 好 好啦 那就 不過我們對你們官方吹燒員 真的挺好奇的 你們 即是這麼多產品 這麼多燒 啊 你是不是每隻燒都會吹的呢 當然不是啦 那你是不是要 有一個選擇 你喜歡的燒而吹的呢 有一間 黑米的意思 哦 即是 一有燒來又吹 哈哈 大概是這樣 哦 那如果撞著一些燒你不喜歡的呢 那找食艱難嘛 香港 照吹 是的 啊 啊 現實多麼殘酷呢 真是搞得這位 本來充滿熱血 有情 夢想 大愛責任的少年 現在 常常只有這句 是窮啦 好啦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次會不會再見啦